1月6号 中国新闻社加拿大分社举行华文媒体座谈会 为中新社加拿大分社社长徐长安辞行 同时欢迎新社长余瑞东到任履职 我们来看报道 中新社加拿大分社社长徐长安在现场 向华文媒体朋友介绍了中新社65年的发展历史 以及中新社目前的四大板块与功能 他感谢各华文媒体对他以及中新社的大力支持 同时他也希望大家可以像支持他一样 支持新到任的余瑞东社长 中新社加拿大分社新任社长余瑞东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中新社加拿大分社的关注和支持 并期待在未来继续做好中新社的新闻报道和资讯服务工作 他简要地回顾了过去的2016年中加关系的重要事件 对于多伦多和加拿大的华文媒体朋友的合作充满期待 中国驻多伦多总民馆陈志山领事 以及各界华文媒体同仁纷纷致辞 对中新社加拿大分社做出的积极贡献 表示感谢 对徐昌安社长以及新到任的余瑞东社长 表达了美好的祝福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 4日 5日